麵糰的攪拌 大家好我是陳耀迅 那今天的課程呢 我們一共會為大家示範 丹麥可頌類的三個品項 那有原味可頌 那以及香草鳳梨丹麥 以及芒果丹麥 那首先我們這邊會為大家示範 第一個品項是麵糰的攪拌過程 現在我們要來進行的是 丹麥麵糰的一個攪拌 材料的部分呢是全部都一起下 那丹麥麵糰的攪拌呢 我們不需要有太多的一個筋性 所以我們一般的攪拌的話 我們大概會用慢速五分鐘 然後二速三分鐘 總共八分鐘左右的一個攪拌時間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丹麥麵糰的一個攪拌 那丹麥麵糰的攪拌呢 我們沒有攪拌到有麵筋的形成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攪拌 我們會先來進行包油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是LUPAC的奶油 發酵奶油 我們所製作的奶油片 那我們把麵糰的長度呢 趕得跟奶油比較接近的一個狀態 基本上包薄的過程呢 我們盡量就是盡可能的把麵糰跟奶油 把它完整的包覆起來就可以了 那上下的部分呢 我們稍微讓奶油有一點點露出來沒有關係 那等一下我們Bubble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移動到機器的部分 去做一個沿壓的過程 那我們把它移到機器來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一個四折二的一個過程 那沿壓完成之後 我們先做一個四折的第一次摺疊 那摺疊完四折第一次 我們再用機器繼續沿壓 等一下我們來摺疊第二次 那我們四折兩次的摺疊呢 我們會一次把它完成 然後再去做一個中間的休息 好 那我們現在要摺疊四折的第二次 這樣我們總共有四折兩次 就是16層的一個層次 那摺疊完之後 我們把它放到冷凍庫 中間休息大概90分鐘 我們再繼續下一個動作 那原位可鬆的部分 那我們在冷凍經過60分鐘的一個鬆弛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沿壓開來做成形的動作 那我們會把它沿壓到厚度4mm左右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把它移到整形桌來做一個切割的動作 那我們沿壓到厚度4mm左右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裁切的動作 那首先原位可鬆的部分呢 我們會裁切長度是17公分 寬度的話是11公分 那這是我們原位可鬆 所裁切出來的尺寸 那分割好的麵糰呢 我們把它移到冷藏 那休息大概15分鐘左右 我們再來進行成形的動作 那我們可鬆麵糰在休息15分鐘之後呢 我們來進行成形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會稍微把三角形的部分 再稍微拉長一點 讓它的厚度是由厚至薄 然後我們再來做桿捲的動作 中心點的部分 我們稍微用刀切一個1公分左右的一個缺口 然後順順的往前推 那移到我們的烤盤上 那成形完成之後 我們會先讓它在室溫做一個回溫的動作 大概20分鐘 然後再把它移到28度的一個發酵箱 進行60分鐘的一個最後發酵 那我們原位可鬆 經過60分鐘的最後面發酵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可鬆烤焙前 我們先刷上一層薄薄的蛋液 那刷蛋液的時候呢 我們注意稍微就是 方向跟我們可鬆的方向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我們就是 由上往下刷 不要左右刷 因為這樣很容易拉扯到可鬆它的層次 好 那我們插完蛋液之後 我們烤箱溫度設定 上火210度 那底火160度 那我們就把插好蛋液的可鬆入爐烤焙 那時間的話我們先設定12分鐘 好 那我們現在來製作的是我們的香草乳酪餡 那首先呢我們先加入一盒我們的25%的クリーム起司 那接下來我們加入我們已經打發的香草鮮奶油 那我們這邊會用打蛋器 稍微再把它拌均勻 那也稍微把鮮奶油再打發一點 那我們稍微龍頭狀這個狀態呢 我們就可以先放在冷藏備用 那等我們的丹麥麵包烤焙完成冷卻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裝飾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我們今天的香草鳳梨丹麥 使用的鳳梨是新鮮的鳳梨 那我們會把鳳梨切成大概2公分乘以2公分的一個釘狀 那這樣最主要是怕我們裝飾完在我們丹麥麵包上面之後 怕鳳梨多餘的水分很容易滲透到麵包裡面 那會造成麵包的口感會比較容易軟掉沒有那麼酥脆 所以我們會先把要裝飾的鳳梨 先稍微讓它烘乾一點 讓它表面的水分沒有那麼多 那我們進入到160度的旋風爐 那因為我們今天烘烤的數量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大概烘烤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來製作的是我們芒果丹麥會使用到的餡料 芒果餡 那首先呢我們會先加入我們的芒果果泥 然後我們百香果果泥 跟我們的砂糖 還有我們的芒果丁 那我們先開小火 把它煮到沸騰 那我們稍微沸騰之後 我們就加入我們的杏仁粉 那我們把它拌炒均勻 那我們稍微拌到 我們看不到粉狀 粉的顆粒狀之後 我們先關火 然後加入我們的雞蛋 因為我們加入雞蛋的時候 如果沒有關火 那其實我們加入的雞蛋 它很容易因為溫度的關係就熟掉了 那我們稍微拌勻之後再開小火 我們開小火 讓這個麵糊本身的溫度稍微再提高一下 那我們最後面會加入我們的發酵奶油 那我們加入奶油之前就可以關火 那加入奶油之後 我們把奶油跟麵糊拌均勻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芒果餡 那第二個我們要來入模成型的是 香草鳳梨丹麥 那鳳梨丹麥的成型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只需要把它放到模具裡面 那原模我們在放的時候 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對準它的中心點 避免我們四個角 它可能露出來的長度不一樣 那這樣烤起來的形狀 它就不會是一個正方形 那最後一款呢 我們要來製作的是芒果丹麥 那芒果丹麥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裁切寬度12公分 那長度10公分的這個長方形 那首先呢 那我們會在它的寬度3分之2處 我們先做一個記號 然後我們割線 那我們再把它反過來 底部的部分稍微把它壓薄 那我們抹上20公克的芒果餡 我們均勻的抹開之後 那把它捲起來 那放入到我們的長方形模 那我們全部入模完成之後 我們要讓它室溫回溫20分鐘 那一樣放到28度的一個發酵 去做一個最後的發酵 我們鳳梨丹麥在經過60分鐘的一個最後發酵之後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些陸爐前的一個烤焙裝飾 那我們先在丹麥的表皮上刷上一層薄薄的蛋液 然後我們用手指頭在中間 中心點稍微壓出一個小凹槽 那在這個凹槽處呢 我們擠上卡斯達線 那我們稍微把卡斯達線 壓成一個圓形 那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烤焙前的一個裝飾 那我們進入到210度上火 那底火160度的烤箱 那我們預計烤焙的時間是15分鐘 那以及我們發酵完成的芒果丹麥 兩個的烤溫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要一併進行烤焙 好我們現在來進行我們芒果丹麥 出爐冷卻之後的一個裝飾 那首先這邊呢這個是我們的檸檬糖霜 它的配方筆呢其實只有檸檬汁跟糖粉 那我們把這兩個原料拌勻 拌到說可以塗抹的這個軟硬度就可以了 那冷卻之後我們在表面 塗上我們的檸檬糖霜 那我們稍微讓它有一點不規則的往下流 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塗抹完成之後 我們就稍微讓它靜置一段時間 大概10-20分鐘 它的表面就會風乾乾燥定型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裝飾的是 香草乳酪鳳梨丹麥 那這是我們剛剛烤焙完 完全冷卻的鳳梨丹麥 因為我們一定要等到它中心點完全冷卻 我們再來進行後面的裝飾 那首先我們先灑上糖粉 那擠上我們的香草乳酪餡 那最後再鋪上我們剛剛有烘烤過的鳳梨丹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香草鳳梨乳酪丹麥的一個裝飾 我們現在完成了我們今天 大麥可頌類的三個品項 那我們這邊來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那首先我們先看到原味的可頌 那原味的可頌呢我們今天搭配的奶油片 所造成的一個蜂窩性的一個組織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的 組織它沒有這樣的一個蜂窩性的一個組織 是比較綿密的 那有可能是我們的奶油含量不夠 或者是說我們的發酵 並沒有到這麼的一個足夠 第二款的話是芒果丹麥 那芒果丹麥跟鳳梨丹麥其實是我們因應 現在台灣比較當季的一個水果 那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跟應變 當然我們可以隨著我們季節性的水果 去做一些口味的更換 譬如說芒果乾我們可能可以換成草莓乾 換成香蕉乾 那同樣的一個做法它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口味 我們今天用的芒果丹麥的餡料 就是我們前面有提到一個芒果餡的一個製作 那這樣子的製作方法的餡料 其實它可以把我們在熬煮的過程 把多餘的水分揮發掉 那我們在烤焙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造成麵包組織容易產生空洞 那表面我們是用檸檬糖霜去做一個裝飾 那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一個整體的風味的一個平衡 當然我們裡面的芒果 它稍微是屬於比較甜的一個餡料 那表面的檸檬糖霜剛好可以綜合那個甜度 形成一個比較酸甜的一個風味組合 那最後一款是我們利用的香草乳酪餡 搭配了我們的新鮮鳳梨丁 做的一個香草乳酪鳳梨丹麥 今天的餡料我們使用的是25%的苦力木起司 大家可以知道25%的苦力木起司 它的特性就是它的質地非常的綿密 所以它其實非常適合做 不管是軟麵包也好 或者是丹麥麵包也好的內餡 因為它的綿密的一個質地 跟我們的水果或者是麵包體 整體的搭配是非常的平衡的 那新鮮水果的部分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鳳梨丁 那前面我們有提到 在使用新鮮水果之前呢 我們會先稍微把它做一個烘乾烤焙的動作 那就是想要避免它 在我們裝飾完之後 水果會持續的出水 那以上是今天的三個產品